美丽的芬兰 以及白色的鹿河彩虹 我们从挪威又返回了芬兰 那我们现在要经过一个萨米文化的博物馆 我们去看一看 在旅行的一路上能看到各种可爱的小拖车 这个很漂亮 是来自瑞典的 昨天给孩子读那个绘本 正好也讲到了这个关于萨米文化的故事 他们就是比较崇尚大自然 崇尚这种山野 荒野 荒野 原始的森林那种感觉 你看他们的这个图案 崇尚的都是这种比较原始 比较大自然的那种风格 就你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印第安人的感觉 其实粗显的理解 萨米人就是北欧的原住民和少数民族 在展厅里也陈列了大量当地非常有特色的 动物植物的标本和一些相关的知识展板 右侧的白色猫头鹰呢 就是北欧非常有特色的雕骁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那个船上看到的那个猛亲 white tail eagle 小朋友呢在这里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 国武学和自然的知识 就是在这种大森林走一走 我特别至于 大家能猜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捕熊的炫景 我们今天去的这个营地呢比较野 现在手机没有信号 然后距离那个公路有三十多公里 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的营地选好了 这次还特意买了一些非吊的东西 很大的很漂亮一条 是小朋友挑的 漂亮 去给爸爸剪点树皮宝贝 好 你往里丢送上吧 好 你往里丢送上吧 好 妈 你现在可以直接到我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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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爸爸 来 来 来 试一下 现在 好 这 可以吃 我有用 我们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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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睡觉吗 要 你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 是投进的博物馆 这个是当时博物馆所在的地 一条有金沙的这样的一条河流 这个是举办的这个淘金世界杯的一些历史的展览 看到这个 你能猜到这个是哪个国家的淘金历史吗 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雨空和这个地区的淘金的一个历史展览 雪橇 在博物馆里行逛的时候能够看到寻入 它的蹄子特别大 就像是踏雪板一样 方便它在冬季在雪上奔跑 这是一个体验区 小朋友们可以在这尝试玩淘金 在一场大雨里结束了我们黄金博物馆的参观 又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公园 好像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熊 大的熊 各种蝴蝶的标本 在国家公园的这个展馆里面看到了一本日文的 这是关于影视记录芬兰的自然的一本书籍 一个影集很漂亮 很漂亮 让我们当机装奖 小船耳朵 肉不会长胖 肉只能让我们很有劲 只有零食会让我们长胖 真的没想到这么小的小朋友 竟然明白蛋白质的重要性 你说的非常对吧 多吃肉 然后你在吃什么 一点肉都没有的大泡面 小朋友 我们的北欧自驾之旅结束了 拍摄这些视频呢 是希望给小朋友留下一个美好的树架回忆 北欧确实也很美 适合户外爱好者 自然爱好者 和想远离城市 独享清静的人 希望你有机会 也能来玩 哪有小傻子 你去这 在这都能看见小傻子 你在这边看这一块 你看这一块就能看到小傻子了 你看见了吗 哪 我还想要看小傻子 我去哪儿